清蒜洋芋濃湯 我是姐夫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做清蒜洋芋濃湯 洋蔥 茄司 蒜苗 這個待會裝適用 洋芋去皮 削皮刀很方便 可是你真的會用削皮刀嗎 姐夫分享一下怎麼用削皮刀來削皮 頭 尾 先把它去掉 像這樣 接下來走直線 好了 這樣子其實會比較快喔 你們知道這個的用途嗎 就像是姐夫剛剛用的 可以把它挖起來 好 姐夫整理一下 然後換水 洋芋切塊 培根 茄司 姐夫要順便把培根碎做起來 所以說切的比較多 那待會我只會用到它的油 跟少部分的培根 培根 不用放油 直接把切實的培根再去炒 這會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慢慢的把培根油也煸出來 然後把培根炒酥 把油過濾起來 然後我會用這個培根油 再來炒剩下的蔬菜 培根這裡 你看得到它開始 然後我們稍微翻炒一下 目前來講它只是在加熱 是會釋放油脂 要等到待會都熟了之後 它的水分 我們就會慢慢的蒸發 把油脂逼出來 然後慢慢的會變成培根酥 這就是我們在吃 凱撒沙拉 或者是沙拉吧 會附的一些培根 接下來需要一點耐心 好 讓它慢慢的加熱 好 現在我們看得出來 它的水分變多了 好 這些應該都是原本培根 豬肉的肉汁 還有油脂 就是豬油 那我們現在 好 要關心它一下 稍微攪拌 注意一下它的那個 肉汁濃縮的情況 幾乎分享一個比較快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就是先把它過濾 等於說就是分頭進行 我需要現在這個培根的油脂 來炒洋蔥 那現在可能還要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就把它的油先過濾 好 我先把培根的油過濾過來 其實這培根油也很好用 我們在炒飯的時候 炒麵的時候 它會增添一點培根煸熏的香氣 那它本身也是豬油 像姊夫今天做這道 青蒜洋芋濃湯 姊夫沒有用到半點的油 他用的都是食物本身的油脂 來 我們把這邊炒再倒回來 因為它現在的油已經被我破濾過了 然後接下來要炒的時候 它會變得比較快 我們換一個爐子 讓它在後面小火慢慢的煸 在煸之上 我要的是它的酥脆 所以說我們的火要特別的小心 我們剛才炒培根的那個鍋子 也不用再洗掉 再加一點培根油 不用太多 好 它這樣也夠熱了 好 像我們的洋蔥 培根炒洋蔥其實就很好吃了 像現在培根的香味 還有洋蔥的香味 好 洋蔥把它炒到像這樣子 透明透明的 那就差不多快好了 那香味也出來了 來 我們加點白酒 青蒜洋芋湯 那 當然 青蒜 蒜苗 不可缺少的材料 解副排雞高湯 那我們現在 把金金叫出來 讓金金來表現表現 洋芋 就是馬鈴薯 來 再加點青蒜洋湯 就可以讓它煮一下囉 來 我們關心一下我們的培根 持續的把油煸出來 來 再來看一下我們的培根 喔 看起來快好囉 已經有酥脆的香味出現了 到這個程度應該就可以囉 因為到時候我們把它過濾的話 它還有熱 它還是會持續再加熱 到時候的話 可能就會燒焦 把它 倒過來 真重 讓它過濾一下囉 我就說吧 看到食物在鍋子裡面翻滾還蠻酷的 洋芋湯其實不用煮太久 那我們現在呀 稍微壓一下 只要把洋芋煮到熟透就可以了 也不用這個壓一壓 其實最主要還是測試它到底 洋芋煮到什麼樣的程度 看起來OK囉 因為我待會會用手持攪拌機 或者是用果汁機把它打成泥 現在呀 稍微壓一壓 其實也有點幫助 因為它已經變成比較小顆了 待會在打泥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 會比較快 在用手持攪拌機的時候 有一些要注意的 是為了你的安全 我們在用手持攪拌機的時候 盡量不要讓它傾斜 因為它的刀片在那邊轉 如果是傾斜這樣子的話會噴 如果你是打冷的東西 冷的醬汁 那你就噴到也沒什麼 像這個濃湯這麼的濃 會噴到你的臉 那個就很 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其實在廚房最怕的是濃湯 油跟熱水 其實在廚房來講 受的傷害都還算是小case 因為濃湯它夠濃 它溫的溫度雖然最多也大概是100度左右 應該不會超過100度啦 只有油才會超過100度 可是啊 它弄到你的皮膚上的時候 它是濃湯 它不會流 它就會黏在那邊 所以說它的傷害會很嚴重 好 這只是一個剛好遇到 那姐夫就分享一下 我們在用手持攪拌機的時候 就是讓它平行的走 這個濃湯 這是一道冬天很溫暖的湯 接下來你們可以用 加一些牛奶 或者是再加一點高湯 來調整你喜歡的濃度 噢 還真的蠻燙的 噢好好吃喔 待會啊我們就把它裝盤 好囉 好囉 青菜羊羽濃湯 絕對是這個冬天 最棒的選擇 我們在招待 這樣給你們看 再來兩天 鮮怎麼看 哈 我們已經解決了 青菜羊羽濃湯 那麼多 我們在招待